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您收看中國禁聞 5月24號 兩架中共蘇-27戰鬥機 在東中國海上空 以大約50米和30米的超短距離 逼近兩架日本自衛隊偵察機 和圖像信息採集機 這是中共戰鬥機首次與作衛隊飛機異常接近 日本防衛項5月25號表示 中共超出常規的近距離接近日本自衛隊飛機的行為 可能會導致偶發事故 日本已經向中共提出交涉 日本防衛項小野寺表示 這是一種帶有恐嚇味道的不正常行為 中方則指稱日本阻礙中俄軍事演習 美國政府一位擬名高級官員透露 美國政府正在考慮以拒簽簽證的方式 總指中國的黑客參加今年8月 在美國拉斯維加斯舉行的黑客大會 和黑帽技術大會 這兩個大會是最重要的國際黑客聚會 英國路透社評論說 這個舉動將是美國遏制中共 網絡間諜活動的一個組成部分 不過這兩個國際黑客大會的組織者認為 限制中共黑客入境 對他們的網絡攻擊能力並不會產生實質的影響 因為大會的所有討論都有錄像 並會在會議之後公開出售 美國《華爾街日報》報導說 美國官員表示 如果中共不限制黑客商業入侵的話 美國政府將考慮其他可能的反制措施 包括公布更多有關中共黑客入侵的證據 對被起訴的中共黑客及其香港人員或組織 實施其他的商業或金融限制等等 六四將近 中國民主運動海外聯繫會議等民運組織 5月25日發出呼籲 希望海外各界人士參加31日晚上 全美中國學生學者自治聯合會 在中共駐華盛頓大使館前舉辦的 六四25週年紀念會 據美國之音報導 金融會上將有同時來自中國大陸 香港 臺灣 藏人社區 日本 越南等亞洲各地的人權活動人士 以及其他支持中國民主自由的人士發表演講 金融會將通過互聯網同步向全球 尤其是中國大陸傳送實況 報導說 這是海灣民運組織今年計畫展開的 一系列今年六四活動中最大的活動之一 好 接下來請您收看時事禁聞 反正剛才示範 名隨便 百ll 百